車禍事故發生在台中市大甲 有一處閃光燈號至路口 這一名國中生穿越馬路 疑似迷注意到乘車的狀況 被執行的機車當場給撞飛 驚悚過程全都被拍了下來 國中生過馬路才踏出第二步 就被執行機車撞上 國中生鋪倒在地 女騎士從車上衰落 場面驚悚 事發在台中大甲和平路跟大智街口 這個梯子路口裝有紅綠燈 卻只有閃燈 附近民眾說很常出車禍 號至還沒轉綠 一大堆機車就往前衝 大貨車也沒注意跟著起步 停在前面的流性騎士夫妻倆 當場被撞倒在地 還好駕駛立刻停車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流性騎士 自行走上救護車 但他太太傷勢較嚴重 被抬上單駕 固定頭部推上救護車 送醫急救後 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苗栗銅鑼鄉中正路 銅鑼火車站前路口就是車禍地點 警方調查雙方駕駛都沒有酒駕 流性夫妻才剛看完 病從醫院要回家 卻在離家只剩一公里的地方 被要去工業區載貨的貨車撞上 又回了醫院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警察中部綜合